你在我做大歌 我叫你四重分 哇 真会 我想 吃肉吃的盘子 哈喽 大忙联联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俊宇 在谎言使用法则中 饰演乔木生 接着陈俊宇 我现在用乔木生的语气 来介绍乔木生 乔木生 大忙文化总裁 人和话不多 然后 我现在陈俊宇的语气来介绍陈俊宇 陈俊宇是一个 龙龙大男孩 心思特别献腻 人特别温暖 特别不让路人 也很喜欢松练 然后 一定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特别好吃 我妈妈在医院的病房里 给我说完话过后 我就蹦不住了 然后就一下子就 下面就就释放了爆发了 然后那场哭泣 因为那场哭泣 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 所以说 就导演还有苏念 一直不停的在 去 给我引导我的一个情绪 然后 却是花了挺多时间 然后 费了挺多精力 但最后还是成功演出来了 演一下的苏念吧 乔木生 陆俊年 赵云端 同时都喜欢苏念 三个男人为一个女人 就是这种感觉 被爱包吻的感觉 然后三个男人为了我 就是斗争的一个局面 对 真爽 我 知道 他 不爱我 他的眼神 说出他的心 我看透了他的心 还有别人都留的背影 他的回忆 清楚的不够干净 就是一首莫莫为的 他不爱我 因为 乔总最开始 其实对苏念没有任何情感 然后呢 苏念其实 最开始喜欢上的 其实是陆俊年那个人物 对 所以说 乔总 卑微的 那表演的话就是 第一个就是新人 第二个 学习第三词面 然后音乐的话 第一个 乌爱 第二个学习 第三个 密室的话 那就 三个词 网约使用法 社会很单纯 是人才不达 这些首歌 你信任把它创作 社会很单纯 社会很单纯 不达的是人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 我害怕鬼 干嘴 为伤我更好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得变得其年少 唱歌还是跳舞 还是边唱边跳 最常笑的口头才是什么 觉得很特别的小 习惯是什么 饱了 我就吃面了 吃了什么面 吃了想你的邦邦面面 你有地球吗 我有啊 我有去你心里的地球 没吃过 我们下期再见 吃了 吃了